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部兵师第三十八团 兼敌2069人 第三十八团完全丧失战斗力 彭老总听到消息后高兴地说 一个团的兵力在穿插中作战中间的一个团 这还是第一次 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 仅仅过了一天就组织了六个团的兵力扑向一百三十团 企图趁其疲惫之际一口吃掉 但一百三十团克服种种困难 打了个漂亮的阻击战 并一举全间陆战一失一个整年 志愿军在训练中五月十七日凌晨 一百三十团二营经过五十里的急行军到达大水洞 原计划头一天就要到达大水洞的美军两个团 仍慢吞吞地在路上 使得美军第三十八团团部完全暴露在二营的枪口下 二营果断出击 一举端掉了美军的团部 指挥系统被打掉的三八团 如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各部队开始向二营发起反扑 二营立即从进攻转入防守 足以为钉的一样牢牢的钉在阵地上 旗战一直持续到十八日清晨 一百三十团各部队全部赶到战场 和二营一起合力将三十八团殲灭 此战晚军兼敌两千零六十九人 俘虏敌营长以下二百四十四人 以一个团殲灭美军一个团 这个结果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并不多减 因此这个结果也得到了赤丝的高度评价 志愿军战士直接抱着排击炮发身 从整个动作就可以看出美军为什么打破 志愿军战得知三十八团对面的消息 两个在路上慢吞吞的美军团 立即加快速度向大水洞方向靠着 与此同时 陆战一师四个团也从南面向大水洞驶来 一时间 美军六个团对130团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130团从出发以来 以历史两天三夜 战士们疲惫不堪 不少人枪声一停 就立即倒在地上睡着 则知敌人的意图后 130团当即决定留下阻击部队 其余人立即撤出战斗 阻击任务是个非常悲壮的任务 基本上 就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来拖延敌人追击的速度 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 一连一排排长使登英自告奋勇 带领12名战士留下来打阻击 志愿军在打击敌人18日中午12时 美军在17架飞机 7辆坦克和石门火炮的掩护下 开始向史登英的阵地发起进攻 敌机头下的燃烧弹 使得整个山头成了一片火海 史登英带着12勇士 时而依靠防炮洞 时而利用前沿攻势 与三面包抄上来的敌军进行周旋 从中午一直坚守到下午17时 在5个小时里 共打退敌军四次进攻 打死打伤100余人 自己无疑伤亡 18日夜间 史登英接到命令 主动撤出阵地 与二营会合 此时二营已经撤退到535高地构建阻击阵地 19日敌军发现我军撤退后 在空军的支援下又立即尾随而来 这次来的是美军陆战一团F连 中午的迂回到敌军侧后方 隐蔽在离敌军仅有60米的位置上 天罡蒙蒙亮 二营就从阵地跃出向敌人冲去 这个举动顿时让敌军猛了 放弃有力地形跑出来打反击 但敌人的地形更差 再加上措手不及 只能仓促应战 正当F连和二营激战震撼时 埋伏在侧后的我军迂回部队突然冲了出来 正用望远近观战的F连连长做梦也没有想到 后面还有埋伏 被当场火捉 志愿军的勇士们此时 F连官兵 不知道后面究竟来了多少人 准备掉头攻击迂回部队 但二营怎么会放他们走 轻重机 枪和迫击炮的交叉打击 再加上F连几乎没有遮蔽物 在前后夹击下F连很快崩溃了 最终陆战一团F连在志愿军130团二营的反冲锋中被全监 而二营紧伤亡六人 在四天四夜的战斗中 130团消灭地步兵第38团成建制歼灭陆战一团F连 成为第五次战役中的一个辉煌的胜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